今天要讲的KK音标符号来头不小 它有一个特殊的名称 虽然是简单的W跟J 但是在术语上它们叫做半母音 什么叫半母音呢? 顾名思义它就是一半的母音 那你可能会问另外的一半是什么呢? 另外的一半是子音 所以它是一半的子音叫上一半的母音 称之为半母音 那它到底算是子音还是母音呢? 如果有这个符号开头的单字 它算是子音 那它为什么叫半母音呢? 这个我就没办法理解了 反正我们先不管它的术语到底是什么 重点是我们要正确的把它发音 它本来是Wu 然后我们只有念它的前面 所以本来就是念Wu 然后就被剪掉Wu 然后Ju 你本来就是念YES 然后就被剪掉Yu Yu YES YES YELLOW YELLOW Wu Yu 然后有一点老校澄清的是 因为很多人在学KK音标之后 然后在学自然发音的同时 两个都会互相干扰 结果两边都学不好 所以老校特别强调 如果你看到KK音标是G 它的自然发音是J J的自然发音音标是念G 但是问题是KK音标的J 它不是念这个自然发音的J 它是念自然发音的YYu Yu 所以要搞清楚了 如果有跨弧跨起来的话 它是KK音标 它是Yu 等同于自然发音的Y 然后自然发音的J 等同于KK音标的五句 那是有点断调 例如说 Ju Jet Jet Yu Yet Yet 然后我今天也顺便讲 这个在中文里头没有的KK音标 所以不用再想用中文去标记它了 它没有对应的中文发音 它是V 那最接近的是这个 如果我们念F 的时候我们的气往前面吹 然后你的牙齿没有碰到嘴唇 F 如果你试念F 你就轻轻的把牙齿放在嘴唇上面 F F 就能够发出这个声音 F Van Van F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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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ry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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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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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